我希望泛民議員要明白 在一國兩制之下 我們特區政府和立法會都有某程度上的憲制責任 我們就不應該透過本地立法的過程 阻撓全國性法律在香港可以合法地實施 根據國家憲法和基本法 將全國性法律擺在附近三道 就已經成為香港法律的一部份 就算有很多人有不同的意見 其實都不可以將符合憲制要求的安排 變為不符合憲法要求的安排 其他有很多不同的條文 那些條文是需要用刑法去規範 那個刑法的嚴重程度 應該去到哪裏呢 又或者在司法程序之下 有些甚麼可以更加保障香港人的自由呢 我想這些問題在本地立法的時候 必然會有詳細的討論 全國性國歌法的條文 第十四條是提及到 若果你做到一些侵犯國歌的莊嚴行為 就可以受到公安的十五天拘留 我們是否用票控去代替公安拘留呢 或者用甚麼其他方法呢 國旗法和國徽法 最高的刑罰都是三年 因為這樣的尺度去處理國歌法 我覺得是合適的 在香港的司法制度之下呢 行為不是唯一的犯罪的元素來的 這個犯罪的意圖呢 是一個亦都是同樣重要的 當我們在說意圖的時候呢 我們在說 除了有對於國歌不尊重的行為之外呢 都要證實 作這種行為的人 有一個不尊重國歌的意圖在這裡 兩個元素都被證實 那麼這個人呢 就會需要受到刑事的處分的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